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美联储很可能是只剩最后一次加息了 那么我们的下周的这个11月2号就是美联储的11月的利率决议 那么到上一次的利率决议 从上次到现在已经是有将近40天 所以非常长的一段这个空窗期 那么这一次的利率决议肯定会受到更高的关注 那么如果是按照现在的像智商所的统计 90%左右是不加息的话 那么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利好 前提是其他的这个风险事件上面不要出太多的幺蛾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看一下 如果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那么非美货币队 然后我们最近非常火的黄金原油 三大股指美元指数 还有今天我们的澳元都是非常具有交易的潜质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来一起的去看一下这些市场 那么开始前还是风险提示 Atos Capital Group Atos是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ISIC监管 并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的正规企业 我们所提供的保证金交易 以及差价合约 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 所以各位在决定选择前 需要仔细的阅读Atos提供的金融服务指南 产品披露声明以及实用条款 我们建议您在做出投资决定前 也可以去征询一下独立的财务一键 我们所提供的信息都是一般性的 并不是投资或者理财建议 OK这是英文版的 然后我是我是大优 大家应该都认识 我就不介绍了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 我们来逐个的看一下市场 首先从我们的美元指数DXY看起 那DXY的话 我们说过DXY它其实是美元 美元和六个其他的非美货币队 它的一个衡量它的美元强度的一个指数 那里面最大的是欧元 欧元英镑日元 种种种种的下去 所以欧元的占比是最高的60%左右 那么欧元的强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基本决定了美元指数的走向 那我们在这个两周前的讲座里面 这个月初的讲座 大家就画过这个菲波那基回调线给大家 那是从7月中旬的99.544 这个是美元指数从去年9月份触顶114.7 触顶一路回落到99.556这个地方 相当于是跌破100之后的第一个支撑围 那么在这个地方站住之后就出现了一轮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劲 而且比较持续的反弹 那么一路就冲到了107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在时间跨度上 还是无论是时间跨度 还是反弹的力度 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把它用来作为我们的 用菲波那基来画 其实就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技术面的分析逻辑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如果去做菲波那基 retracement 那么99.556 就是我们的100 然后一路的上去到107.280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非常多的 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些回调线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两周前的讲座里面 我跟大家说过的 这个有点卡 不好意思 我的屏幕有一点freezing 不知道声音会不会有点卡 没关系 我们慢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107 回调下来的第一个 第一个回调线 就是23.6的菲波那基 retracement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是105.539 这个在两周前的第一场 就是我们10月份的第一场讲座里面给大家带过 那是聚集签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105.539 再放大一些 如果我们把这条线 这样拿一条线出来来看 正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 正好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次反弹 这里 第一次10月11号 10月12号两次反弹 特别是12号的这个非常强劲的反弹 就出现在了105.536附近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23.6的回调线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美元的连续下跌 US ADXY 123456 几乎是差一点有7天连跌 那么最后又出现了这个cross的这个蜡烛 并且同时踩到了我们的回调线 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了 它出现了非常棒的反弹 那么现在再次踩到了105.536 继续出现反弹 这是非常符合技术分析的逻辑的 所以在美元本身方面 还是非常的 虽然有下滑的趋势 但是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所以在这样的行情下 我个人觉得 如果去比较莽撞的 做空美元 或者说做空DXY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也许不是特别明智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 特别是今天晚上 还有明天 以及下周 还有很多的经济事件 经济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今天晚上的NBA mortgage Mortgage Volumes 贷款的Volumes 还有今天晚上的 应该是Housing Permits 应该是建房的审批数量 这些数据都是影响力很大的 那么都是将会在今天晚上出来 所以如果这些数据 一旦高预期 美元很容易就会反弹 但是 是否它就美元 就不会再往下走呢 当然也不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107.280 这个是个非常 在Fibonacci的回调性上 它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位置 除非出现特别 罕见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 下周忽然加息了 说好不加忽然加了 这个很可能会把通道全部破坏掉 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进行相应调整 比如说把Fibonacci的回调线 延伸到新的高点 那样再去做我们的未来的走势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突破107.280 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 我们在做美元的时候 尽量的是去找一些 货币比较脆弱的货币 然后去看一下 是否有抓反弹的机会 然后我们在确定了 美元的大概的行情之后 因为美元大概是一个横盘走的情况 所以这一周下来 除了有公布比较重磅的经济数据的国家 我们看到 其实美元的整个行情 它都是以横盘为主 那么就没有特别大的关注的价值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大股值 为什么我的道指不见呢 US-30 我这个 US-30好像被放到了这里 OK 我把它拽回去 它必须严格的遵守 自己所在的位置 跑歪了 不应该回来 在这 那么US-30我们看到 它同样也是在一个 高位盘整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 穆德菲伯纳奇回调线 其实是从 也是 这个去年初 在整个这个 加息周期开始前 我们就开始 关注到了这个 它处顶的迹象 所以说 所以说在这样的行情里 把回调线 非常简单 拉回到了最低点 也就是去年的 这个10月份左右 处底了 28000点左右 然后呢 这些回调线 依然都存在 因为现在距离 这个100% 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虽然在7月份的时候 比较接近过一次 但是现在的水平 其实是只有在50% 这个水平附近 那么这样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 不高不低 不上不下的位置 那就只能 还是以横盘 这个震荡交易的策略为主 我们看到 从这个4月份开始 就有无数次的 无数次的上下的 非常短暂的上行下行通道 然后呢 其实最大多数 应该用的这个频率最高的 应该都是支撑线和回调线 所以支撑线和阻力线 那么我们看到 回到了这个地方 比较明显的第二波 下行的趋势出现之后 日线图 那么我在这地方 再做了一个下行的 这个菲伯纳奇回调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换四小时图 我们看到 这个道指 它的这个下跌 下跌的小通道 其实已经突破了 已经打破了这个通道 有上行的这个迹象 然后呢 正好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23.6的回调线下方一点点了 然后呢 这个33015 还有33247 这两个位置 其实我们在 以往的汇评 和讲座里都是 反复的在使用 这两个位置的 所以现在正好 再次回回到了 这个区间里边 那么中间呢 有个33126的 相对比较临时的 一个支撑阻力位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是四小时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今天的晚上的经济数据 出炉之后 是否能够在33126站稳 如果数据比较乐观 是否可以去冲刺 这个33247的支撑位 sorry 阻力位 每次support resistance 我每次都会把它说反 每次都会说反 不好意思 anyway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如果是在今天晚上 大家愿意去尝试交易 就是trade economic event的话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一个潜在的入场位 那如果说 你认为 你认为数据肯定是不好的 低于预期的 那反向做空下方 同样有33015的支撑位 所以潜在入场位 上方下方分别有这个 多头和空头交易者的支营 反过来就是他们的支撑位 所以这个位置 还是其实比较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纳指 纳指的话 sorry 倒回去一下 在这个 看一下 不好意思 记得当时我还看到另外一个 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不是这里 330 OK 目前OK 那是昨天不好意思 已经下去了 没关系 我们来看纳斯达克 那么纳斯达克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啊 同样是在这个 高位震荡的走势 但是它相对来说 下方的支撑位是更加的明显 并且是更加的坚固的 正好就是14396点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多次的去试探 并且都成功的守住14396 然后呢出现反弹 所以现在 如果硬要去加一条支撑线呢 中间这里其实是可以有一条 这个支撑线和阻力线的 那么类似于这个道指的走势 那么同样如果今天晚上的数据出来 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交易这个数据啊 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纳指整体来说 比道指是 在这周的这个上涨的动能是要更足一些的 因为 中国的这个我们看到 sorry 这个跳说跳了 美国的十年期国债被大幅的抛售啊 我们看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充到了这个5%以上 那5%是一个一个大关啊 应该是06年的水平 这个06年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个水平 所以06年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讲座的标题里面 大家可能也看到 每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充到这么高的位置 然后往下一走啊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国债收益率充到5% 其实是有很多原因构成的啊 一方面的话 美联储的这个high for longer这个态度 是一个一个关键 第二方面呢 其实是因为中国呢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断的减值美债 那么减值的原因有很多啊 一个是这个人民币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看人民币 USDCNH是被压迫到比较低的水平的啊 就相当于美元对人民币涨了很多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说这个赎售美债赎回美元 因为我们这个美元可能会进行外汇干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看到 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啊 所以这个而且它这个地区所在的这个敏感 敏感度非常高 周围都是都是这个大国决议啊 这不是决议吧 这决战啊 决逐的地方吧 所以这些中东地区的这些多次战争都被称为代理人战争啊 所以就是背后啊都是这个啊 大国在决逐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说抛售美债对于这样的这个情况来说啊 所以这样的行情下来说 它是有很多的延伸延伸出去的意义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啊 去去这个脑补一下 我就不具体说了啊 所以说在这个行情下我们看到 美债抛售啊 收益率往上冲啊 这个美元保持在高位 那么对于纳指来说它是不利的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应该是呃 冲破了5%之后呢 这个十年期收益率回到了4.994 4.996 那天早上我看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收在了4.9几啊 所以说这个呃 相当于说美债在这个 十年期的美债在收益率啊 5%突破之后 那么它的相应的价格呢 相当于在市场里找到了更多的买家 那么这也是可能是一些我们就是这个bargain hunter 或者甚至是美联储自己介入去操作的行为 那么anyway这个行为带来就是有人去 去兜底美债了 那么美债收益率回温 sorry降温啊 然后这个利好纳指啊 然后都有这么大一个圈子 其实是为了说明它是利好纳指的 所以看到纳指这两天的反弹 其实是比较不错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啊 纳指在四个小时图上 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有一个 哎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14496啊 这里啊 这个地方 10月4号有两次三次啊 踩到了这个 呃 14936 sorry 14493 sorry 14493 这个地方啊 14493 那么在10月23号 呃 大友老师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老眼昏花了 如果是这一天 这个十年期收益率啊 应该是这一天 充分掉下来的 那么这天掉下来的正好又 同样踩在了14493这个位置啊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条 其实是比较比较不错的啊 支撑线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MT5上去画一下 14493 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纳指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就没有这个绝对的啊 没有绝对的走看多看空 因为美股我们刚才说了 他都是在高位盘整高位的震荡 所以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趋势 呃 这样的情况下 那些比较比较懒的交易者 说哎 我要等到他特别低 我再去做 那其实您看如果 就是单纯为了等的话 这这都等了多久 这都是从呃 6月7号 对吧 这个14400点啊 我们说纳指14400点 再到这个16000不到一点吧 这个已经已经5个月吧 已经将近5个月过去了 如果就要等到这个无脑去做多的话 可能要除非等到他啪掉下来 那你再去做 那其实否则的话 在这个这个2000点 不到1500点左右的空间里 有无数的这个在支撑线上反弹的 做做多做空的机会 这个只要把风控啊 这个止损指引比例设置好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 这个系统性的风险 只要是有这个风控策略 不要想我裸奔呢 我什么也不管 我就是跌到最低的时候再去做 那这个是有很 这个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比较危险了 在dangerous mindset OK 那么这个所以说 三大估值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去 虚间震荡的方式去做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标普500日线图 标普500大家就可以明显看到了 日线也好 小时线也罢 那它的它的走势 显然是没有纳指这么坚强的 我们看纳指的话 缩放一下 纳指是有非常长的这个上下引线 然后是倾斜向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锐脚 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看标普 其实是趴地下的 它是非常非常consistently的 being lazy 在哪里呢 在4220点左右 非常非常consistently的lazy 所以为了认可它的lazyness 我在这里画一个支撑线 4226点 这个以前是我不画这个 现在看到它最近的这么坚持 这么坚持不屑 这么顽固的在4226点的地方徘徊 它的意思 可能是等我们画一个支撑线 然后它就往上走 这个是说不准 可能说不定华尔街的这些资本大佬 今天看一下这小伙子 讲座怎么怎么样 头发不多 但是可能脑子还可以 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拉上去 说不定 anyway 4226点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 如果您是想去做交易 今天晚上的经济数据 那么当然明天晚上还有 明天晚上还有 应该是core PC 那么今天晚上可以先走一波 你如果是看多 那么上方4295 这也显然是指引位 如果是看空的话 那么4195就是您的指引位 相应的 我觉得现在的风险会报比 几乎是一半一半 5050 所以比较有意思 我也非常期待 看到今天晚上的数据出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们三大估值 几十岁 所以总结一下 标普500和1月30 我们的道指几乎是一个情况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类似 在10月4号 10月345 然后2324 这个都是有一条支撑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标普 10月345 然后标普更加的决绝 202122345 非常的坚定 所以如果要去抓反弹 我觉得 道指和标普里面找一个 那可能标普在技术面上来说 是有更多的优势的 那么我们纳指其实并不是纳指 是sliding upward 但是也坏个角度 如果比较乐观的交易者来看 一个说 纳指已经按捺不住 已经开始先往前先上去了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这是乐观的提前计价 那么数据不好打下来 其实纳指回落的空间就会更大 那么这是我们的三大股指 还有DXY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澳元 澳元今天的这个情况是 哎呀 果然是如老朽所料 是下去了 我们看到澳元昨天的 昨天早上的会评里 我应该写过会评 那么在这个 昨天早上是在0.62795和0.63315之间 大概是这个附近 大概是这个位置附近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还来问我说 哎 接下来怎么看 我说那除非是非常好的数据 否则的话 很可能还是继续持续区间震荡的 那么今天出来的数据果然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先把这个数据拿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广告很多investing.com 它就是让你 想让你去买这个ad free version 它就不断的放这些非常花哨的广告 让你这是什么 catch become christmas sorry because christmas won't do itself 这什么广告都有 anyway 那么今天的澳洲11点半 我们今天早上11点半的CPI里面可以看到 年化 季度化 还有月化的CPI都超出了预期 都超出了预期 势必前值有所下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晚在跟我们的客户经理们 在讨论的问题 我说 有人说这个大游 大游老师 你看这个前值是6.0 那如果这次5.3 5.4 是不是都是利空澳元 因为通胀整体是在下降的 那么前值 年化 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8月 这12个月里边它是6.0的增长 那么从现在的数据相当于是 从去年的9月到现在的9月 它是5.3 5.4增长 这样是不是利空澳元 因为央行没有加息的必要了 我说这个大家要注意 很多交易者都会有误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多的数据门户上面 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year on year的 就是年化的通胀上 它是三颗星 或者是high impact 然后季度化的 还有月化的 它可以给你两颗星 甚至有的给 把月化给一颗星 这是非常错误的逻辑 因为现在通胀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全球优价 能源价格在往上冲 这是一个反弹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能去说 你不去看年化和季度化的数据 而 sorry 你不看月化 而只去看年化呢 年化它当然是下降的 因为上半年的数据 还有去年底是一直在往下走 所以这几个月的小的反弹 它是不能体现在年化的数据里边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逻辑 所以今天真正的重点 并不是年化 而是季度化和月化 那我们就看到 季度化和月化 它才是明显的超出了预期的 所以看到我们的奥元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那么反弹呢 可以看到在数据出来之前 今天上午11点大概是7个小时 1 2 3 4 5 6 7 大概这个地方冲上去 那么在这个之前 如果要是马后炮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去做多 首先你要认为奥元能够起来 你要知道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很可能把澳洲通账带起来 你要有这个决心 你就可以去做多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个0.63315 第二个要点 就是要看打游老师的会评 还有我们整个澳洲的分析师团队的会评 也是我们每天早上都带来很新鲜的食材给大家 在财经早餐 大家吃的营养满满的 那么看到0.63315 反复的重复强调过的 支撑位阻力位 他们站住了 今天早上之前就站住了 昨天晚上就站住了 然后不断的往上攀升 那么到了数据公布前的位置 我们看到明显是有利好的提前计价在那边 当然如果你觉得它就是很差 那你提前开始这里边做空 你下面扎下去的概率是很大的 可是数据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带动数据上升的地方 还有一点 除了这个数据本身是利好澳元里外 是我们的澳联储的新行长布洛克阿姨说 我们如果需要 我们会眼睛都不眨的 就去加息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 有央行撑腰 澳元哗啦就上去了 对不对 澳元冲上去就非常的坚决 就冲到了最高是到了6399亿 相当于64下面一点点 可是在之后 这一根蜡烛 大家看一下 小时多上的这一根蜡烛 出现 那就是反转的迹象非常明显 其次我们要知道 不能只看这一根蜡烛就决定它反转 而是知道从昨天这个位置 62795到63315之间 它是已经长期在这地方卡住了 已经卡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这个18号 18号就卡 然后在之前 18号之前也在卡 这个地方也是在卡的 那么它光是因为 它因为什么冲上去的呢 对不对 我们反问一下 它是因为什么利好的 就从这地方连续突破63315和63873 那只是因为这个行长的发言 还有这个通胀走高 就连续去冲破两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是 步子卖太大了 容易扯到 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 再出现了这个反转的蜡烛以后 向下现在概率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看到最后的这 一二三 三根这个阴烛是非常的 非常bearish OK 所以这是澳元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澳元 我预计呢 有这个大友老师恰指一算 水进去 我个机擦一下 我觉得可能在 接下来是63873和63315之间 会来回的拉锯一阵子 可能这个量会需要的 逐渐的减少 那么到晚上美盘打开的时候 可能会再有新的趋势 但是这个澳元的行情 今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话 就要主要不能看澳洲的数据 而是看美国的数据 OK 这是澳元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欧元 最后把黄金和原油留到最后 大家都喜欢看的那两个 那么欧元的话 我不记得有没有在会评里面说过 但是呢 1.09 1.06940的这个阻力位 这个是长期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精准的 大家有给自己拍个掌 鼓个掌 拍下自己肩膀 Well done Glenn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这一根蜡烛 24号晚上 这根蜡烛冲上去之后 正好踩到1.06940 然后就往下走了 那么这一波 之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1.05733 这条阻力线 这条一个支撑线 也是非常的 结实的阻力线 这是小时图 我们看到有 12345678 然后有这个 910 11 12 13 在这个短短的三天里面 有13根小时 出的落在这一条线上面 所以是非常地结实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情况下 除非有特别糟糕的数据出来 否则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去抓 做多这样的 潜在的入场位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冲上去之后 第一个位置这里 其实胆子比较小的交易者 就可以止赢了 因为这么强劲的动力 冲到了将近有一千个点 是吧 一千点以外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胆子再大点 冲到这个地方 怎么都得走了 怎么都得走 第二个阻力位的碰到了 还不走的话 那就是greedy 太greedy了 anyway 所以这个就下来了 那么这是欧元的情况 那么今天晚上的 这个7点钟 我们还差两分钟 两分钟可以看一下 德国的 IFL Business Climate Index 这是一个 然后它的Current Assessment 还有这个Business Expectations 再差两分钟 就会一分半 我们待会儿再看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欧元以外 我们看到 我先把这个欧元调到 Minute Chart 我们再等一下 看一下 如果数据低于预期 显然是要冲 这个1.05733的方向走的 如果高于预期 显然的高于预期的话 应该是朝这个06318的方向走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要从上 要往上面大步的去走 现在来看 也不是特别特别 适合做中线或者长线的 交易的一个策略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美国的 刚才说了MBA Mortgage 还有Building Permits 这些都是非常重磅的美国数据 所以说如果数据利好 看一下视频是要出来了 如果是这个数据 看一下 再等20秒 如果是今天晚上数据 比较利好美元的话 那么欧元的这波上涨 即便它是欧元欧洲数据好 上涨肯定也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好的 但我们再等两分钟 2.8秒钟 好的 倒计时了 5.5.4.3.2.1 来 哦哦 OK 05.5 我们看一下 没有出来 German Refresh 没有 OK 哦 alright 那应该是数据不错了 再说一遍 OK German IFO Business Climate Index 超出预期 预期是85.9 前置85.7 实际是86.9 然后我们的 German Current Assessment 前置887 预期885 实际892 都是非常好的数据 非常好的数据 应该是往上冲的 Yes OK Yes Here we go 还差一个 还看出来了 好的 German Business Expectations For October 前置829 预期833 实际84 其实我今天 德国数据 是非常好的 这么好的数据 应该可以再带来 更多的一些 上新的动能 我看一下 1063 OK 嗯 还是不错 OK 我们待会再回来看 欧元 但是这个数据 显然是不错的 那么英镑方面呢 英镑方面的情况 和欧元 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个我们的 客户经理 我们的这个 市场分析师 班尼今天早上 跟我们说 这个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他看到这个 这是他的发现 我们从 这个今年的 7月中旬 英镑对美元 就一路的下滑 到了现在的 这个下行通道里边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发现 可是我觉得 取决于个人 怎么去看 因为可能还会有 另一种 interpretation 就是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 看法 非常类似 但是 我觉得这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从同样的 7月13号的高位 往下走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下行通道呢 也许 可以看作下行通道 也可以看作一个 这个下行的趋势线 下行趋势线 那如果是下行的趋势线的话 它还是在下行的趋势里面的 因为我们的顶在这个地方 但如果是下行通道的话呢 它其实已经破了通道的下壁 并且在1.20328附近 形成了一个 sorry 话歪了 1.20491的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反弹的地方 然后往上到了1.21044 就是这个横盘走的迹象 所以如果是一个下行趋势线 那么可能还会有下行的这个空间 如果是一个下行通道 那么它现在已经进入盘整 接下来可能会有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 所以看大家怎么去看这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角度去看 但整体来说英镑乘压 美元强势 这个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是说方向来说的话 肯定是下压的方向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看大家在什么位置 趋势线也好 或者用这个bearish tunnel也好 看大家怎么去找这个入场和立场的位置 OK 让我们回来再看一眼欧元 OK 果然是比较脆弱 没有能够果断的继续上涨 在第3第4分钟的时候已经开始往下 现在就感觉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无力的盘整的感觉 OK 这个地方1.05896 这个太短 都形成不了支撑位 OK 如果是做多的朋友 这种在整体的预期不是特别明朗的情况下可以就见好就收 我一般是这样子去看这个问题 我一般是这样子去看这个问题的 OK 那么这是我们的欧元和英镑 我们再看日元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的话 我们在这个前几次的讲座里面都说过 甚至在今年初的讲座 还有去年底的讲座都在说 美元对日元逢高就可以去考虑做空 在有封控的情况下考虑去做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10月初的讲座里面来看 除了这个类似于是央行干预 或者是日本财政部去干预的这个行为之外 日元马上又回到了150的这个关口附近 并且在未来 在这几天不断的去擦边 走这个你看149.994 他就是不敢去破150 一旦过了150 很可能就会被日本的这个机构 或者日本的这个政府去打击他 所以一直都是在做多的这些人 都是相当于推土 之前减钢棒的人 都是在149.99几 149.99几 在150一点点的地方就开始指引 那么这换一句话说 对于我们做个多 sorry 做空这个 美日货币队的交易者来说 就提供了无数的做空的机会 对吧 他一旦冲上去了 你做多一点 sorry 做空一点 一旦上去了做空一点 特别是接近149 150的这个地方你再去做空的 那么如果是按照保持这个策略的话 可以抓到很多的好几波 比如说就是10月初的这一波 你看从150.179当然是试破了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入了入场去做空的话 肯定是会有短暂 非常短暂的一个浮亏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147.43 这个绝对是大量的大型的大体量的干预行为 这个地方下来 那么第二次的话在这个地方在10月17号又有一次 从149.750打到了148.743 将近又打了一块钱左右 那么昨天晚上也有更小量的从149.5到149.3 所以这个是非常多的去捕捉的机会 那如果你特别特别懒 就是不想管 那你就等到149.几 比如说现在这种149.87几 那你如果要再精致一点 那可能再等高点 149.9 930 940 甚至99几 如果就特别要追求完美 那你等99几 这样的地方设一个入场做空的单 这样都是符合逻辑的符合大环境的交易方式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不是说他一定会就会这么走 大家自己去劝衡去拿捏 那么这是我们的美元兑日元 然后剩下的十几分钟 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黄金还有原油 那么黄金的这个地方 我其实上次可能跟大家说了 鼓励大家在自己的MT5图上去标注 去标注当时发生的事件 这样你在回看的时候 就非常清晰非常明了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事件 引发他怎么样的计价 这个待会我们看原油的时候特别明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6号 10月7号这个地方 是以哈战争的爆发 让黄金价格直接 直接从1834跳涨到了1849 直接跳上来了 然后这个框在达沃斯箱体 进行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整理 上行的整理 其实都未必是一个箱体 我们看到他是在往上突破的 立刻就往上走 连续突破了非常多的阻力位 往到1873 1896 1912 1929 1940 1953 1969 然后1983 还有1993 一共打破了9个阻力位 非常的疯狂 唯一的一次明显的回他 就是在这个地方 1912 地方 那么当时拉升是因为拜登出访以色列了 然后市场猜测会不会有peace talk 对不对 结果没有peace talk 然后 当然他出访市场担心会有不能说是担心市场期待 会有peace talk 这个事情本身是利空黄金的 因为这事摁下去之后 肯定是市场避险情绪会消散 所以当时的黄金就开始面临阻力了 那么其次是当天晚上的 我们看到US retail sales 它的零售数据非常之高 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把黄金又打下来一波 可是我们当时说过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特别在这样的经济数据里边 利空情况 利空数据消息大量的出现的行情之下 我们看到黄金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是在1912地方站住了 一二三次 三个不同的session里面 站住了三次 非常非常好 然后继续突破相提往上走 然后其实在突破相提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注意可能 可能是这次的steam 这次的puff 可能要run out 因为到了1940 53 然后继续到70 是吧 非常高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波buff 来自于拜登公开的表示 美国支持以色列 那么这个 当然是 大家知道这个绞这个什么棍子 他要继续去绞 是吧 这个肯定是 为了他这个 说的代理人战争也好 为了各种霸权 简单来说 所以这肯定是不利于地区稳定的 那么这个黄金继续往上走 突破1953 这也是 非常的 非常清晰的一个力量 对黄金的利好 那么到了19号 我们记得 鲍威尔发言了 鲍威尔的发言 并没有给美元带来 上行动 那么当时 如果我们看10月19号 回到看这个DXY 10月19号 放大一点 10月19号 我们看到10月19号 美元指数是跌的 然后呢 2021连续跌了三个教育 而且跌幅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 这个本体比较大的印竹 那么看回到黄金 我们就会发现 在美元下跌的时候啊 Powell Speech failed to boost USD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利空美元 相当于就是变相 就是利好黄金 所以黄金在从1960附近 冲到1969 破了1969到83 那么到后边这一波 其实就已经比较悬了 特别是冲到了1997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过度的乐观的 一口气 难道不成要把2000拿下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行情下 如果你自己去做了标注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你不标注也可以 来听大佑讲就行 这个冲到2000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明显的 但显然是去 没有利好推动 没有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有利好推动 那可能是需要回调一下 所以果然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跌到了1964 而且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仔细看 在10月20号的 应该是这周一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周一 10月20号 Oops Friday 不是20号 这个地方 这是 Yes 21号 22号 我们这是GMT时间 和澳洲还有时差 那么在22号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 时差算完之后 我们发现是以一个跳空低开的情况 虽然立刻拉上去 但是在69的这个关口附近 其实已经不是这么牢靠了 已经不这么牢靠 那么再继续来看 在昨天跌破了1969 然后在1953站住 那么接下来53的这个位置 就非常关键 相当于是我们下方 试探的一个支撑位 可是市场的乐观情绪 还是不错的 拉回到了1969上面 所以如果现在要做多黄金的交易者 一定要注意 就是1969的第一个支撑位 第二个是1953的支撑位 然后还是密切的关注 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个中东地区的情况的进展 因为昨天应该是在昨天的消息 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地面部队已经 先前部队已经进入加沙地区 已经开始所谓的情报搜集工作 坦克已经开进去了 然后侦察部队也进去了 出来了 没有全面的进攻 但是已经是进去过来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像双方在战斗的过程中 以色列的炮弹炸到了 其他国家的边境上面 周围这一圈 咱们知道中东国家都很近 炸到了别的国家 然后美军的这些战舰在这附近 又拦截了很多来自 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 还有一些美军发言人说是 这个可能是伊朗的 他们说可能是伊朗的 这个洲际导弹飞过来的 被他们拦截下来了 打下来很多 还有很多这个火箭炮啊 什么无人机啊 这是drone drone这个无人机 JB Hi-Fi有卖 这个无人机都打下来 所以这个地区的局势的升级的 潜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我们的黄金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当然第一波的计价的回吐 我觉得是市场理性的回归 1997这是太高太高了 太高 当然大家还可以注意一点 就是中国最近也是在采购黄金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像World Gold Council 上面可以看一下 是否有更多的情况 更多的数据 那么地缘政治的这个较量 对这个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来说 它的货币的稳定性 国债的稳定性 这些都跟黄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增持黄金可是一个是一个合理的 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 第二方面来自于大的我们说Big Players 它去增持黄金 都是对黄金上行带来的利好 那么跟黄金相比 我们看到白银 我们看到有Ivy在问 白银大悠老师有时间 可以看一下白银的支撑和阻力 当然可以 那么白银它的位置 比黄金要更加的规整 我们说过上次的讲座里边 应该是在这个附近 我记得应该是上来到这个附近 然后我们看到了22.761这个位置 被突破 然后再次进入了22.761和23.274的这一个 但是这都是一个箱体的空间 如果你想画这是可以画箱体的 我们要冲到这个23.7的位置是非常高的 是不成熟的 是缺乏基本面的支撑 更多是投机情绪在里面带来的走势 所以说接下来更多是在22.761和23.274之间的波动 那么我觉得比较要关注的就是 看市场怎么去consolidate 市场怎么去进行盘整 盘整的过程中 如果缺乏利好消息 比如说盘整到下周 周二周三 然后还是缺乏明显的利好消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周四迎来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对吧 那么这个利率决议可能就会导致盘整出现破伪 当然如果是悲观计价比较多 盘整把它打下来 然后也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最终是不加息的 我相信这个市场目前来看 大部分分析的指向还是利好情绪是偏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能再去等下一波走势 但如果说这段时间内 所以这周明天 今天明天或者今天晚上 明天出现更多的地缘冲突的 所以不绕着 绕着 每天就战争 战争的战火继续扩散 那么上行空间 很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突破 所以黄金和白银 现在的走势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黄金明显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绝对的避险资产 它就是黄金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的情况 那么原油的话也是 还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标注 原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稍微卡一下 大家稍等我一下 原油 怎么油不动了 原油的话好了 原油的话 我们看得到 这个美国原油和英国原油 分别在这两天出现了 比较大的回调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大家做这个 Cruid oil US crude futures的朋友 会注意到这个 会有更大的差别 因为在 现在的这个价格 83.17美桶的位置 其实已经跌到了 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那么相当于是所有的 这大堆 这一大堆 恐慌机架 基本上消失了 没有了 那么这个说得过去吗 在打仗 周围全是这个产油国 然后你这个恐慌机架 忽然没了 然后以色列 这个坦克还没开进去 你就都没有了 然后美军的战舰 在这边拦截 这个什么洲际导弹 这个弹那个弹 然后你的恐慌机架没有了 这个我觉得是 不是很合理的 我觉得无论 再有再多的 这个小大消息 或者是什么 什么决定性的数据 我觉得这都是不合理的 整体的这个恐慌机架 应该是保留的 你未必说能保持在90附近 但是我觉得87 86这些价格 应该是在这些地方 会更加的合理 那么现在84 这个是USOil Cash 我觉得这个位置 84的这个位置 是比较偏低的 就是图画有点 东西有点多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USOil在83.9 我们说84吧 84的这个地方是 现在在出现一个短期的 临时的双底 那么距离它跳涨的这个地方 83.3只有7毛钱的位置 的距离 非常低的 非常少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原因这波下跌 非常的凶猛 在USOil到90块5毛7之后 一路冲下来 冲到了84 冲掉了 将当于6块钱 每桶掉了6块钱 然后地缘政治的情况 依然在发酵 我觉得也许 只要不出太多的意外 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 去看涨的机会 这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那么在英国原油的这个方面 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 英国原油 在1234四天连跌之后 在87块7毛4的地方 是比较稳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它已经踩到了支撑位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国际的原油价格走势 基本上是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涨跌比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应在这个地方 拉一个84块055的地方 拉一条支撑阻力位 那么兴许这个地方 能成为一个关键的位置 然后就给这个做多的交易者朋友 提供一些更好的参考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 USUK Oil 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没有恐慌计价在里边 这不是很符合市场的规则 应该是有恐慌计价体现的出来 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UK Oil刚才说到 这个恐慌计价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位置正好就是跳高 跳空高开回落之后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落脚点 所以87.3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果说大悠老师 USUK Oil里面 你要去抓反弹 抓哪个 那我肯定是选UK Oil 因为它的技术面上非常的规征 87.36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市场的行情 各位可以有问题 或者有建议 有想法 我们非常的欢迎 大概还有七八分钟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一把 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的基本内容 就是这些了 然后下周的话要注意的 sorry before next week 明天有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然后之后 我们用这个看吧 Tomorrow interest rate decision 在这里 11.1克 这个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之后呢 立刻就是美国的 continuing jobless claims core durable goods orders core PCE prices 这明天是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重磅的美国的数据 还有GDP 可以看到前值啊 GDP 2.1 这次4.2 这个是非常的疯狂的数据 如果是 这个如果是数据属实啊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美股来说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美元来说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对于下周 美联储利率决议上面 都会有很大的implication 他完全可以说 我们看到经济还非常强劲 都可以想象得到 他会这样讲 所以我们要把利率如何如何如何 他可能会说料很多的狠话 OK 好的 我看到两位朋友 Deb和Leon说 大悠老师刚才错过标普 还有这个Leon错过了DXY 好的 这样还有几分钟 没关系 我们再过去 DXY sorry 标普 Deb你的标普 标普的话 我们在4226 4226点的地方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位 我们看到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 七八九 九个交易日都在这个位置 附近有非常明显的价格行为 所以在4226点的这个地方 如果说想去抓 抓这个做多做空的反弹 当然我骗我个人倾向于做多更多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的驻场位 当然如果你觉得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今晚上的Building Permits 还有MBA Mortgage 这两个数据都不好 包括明天的GDP 还有PCE 这些你觉得都不好 那么你去这个地方做空 可能会 那前提是明天还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如果你要交易明天的数据的话 明天它还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尝试做空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上下各5050 从技术面 纯看技术面 上下各50的概率 但是如果是从结合到基本面上的话 我觉得上行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毕竟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标普在这个位置 是6月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且是一个 嘿 双底 对不对 双底都没有到头筋 双顶 你可以说双顶 438439这个地方 有一个顶 但是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结实的底部 那么上一次在这个价位 就是只有在6月份 所以说相当于4个多月 没有跌到过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去反弹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我用笔写下来 我自己记一下 晚上我看一下 标普SPX500 画个圈 rebound 自己写一下 rebound OK 那这是标普 然后 dxy 那么dxy 我们看到从 刚才说 从这个7月份的最低点 就是这个 也是从 相当于是从去年的 114.7跌到了 99 跌破了100之后 一路反弹 那么到这个 10月初的107.4 其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鉴定了 除后来出现连续的12345 5个交易者 sorry 6个交易者连续下跌 然后我们下跌的地方 正好是这一条 费布纳奇回调线的 23.6%的地方 所以在105.536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支撑位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一根非常大的羊柱 大概上去达到106以上 106.280 所以说这个反弹 其实也已经开始了 那么接下来看你 怎么去看这个数据的方向 如果它再次跌回到105.536 那么让经济数据 大幅的低于预期 那么可能会往下走 但只要数据不是特别的差 我觉得23.6的这个位置 还有待继续去测试它 因为下周有利率决议 还有非农数据 非常多的这些情况在里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美元的下行的动能 可能并不是很足 可能更大情况 更大概率会在23.6 就是105.530和它的上边 也是107.354之间 我觉得这个来回波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要再缩小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在 105.536到106.700之间 这个地方波动 然后宽屏的话 再往上面去走 这是我对美元的看法 好的 同学们 如果没有更多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周开始 会有全新的讲座系列推出来 因为我们的讲座都会变成 global webinars 所以的话我会邀请很多的 我们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分析 是一起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的话 就会有更多精彩的思维的火花的碰撞 包括上次在我们来到墨尔本参加 我们ATOS金融峰会的朋友 应该记得两位的大友老师的校友 他们都会在 都会不断 都会逐个地 进入乱入到我们的 global webinar里面 然后接下来的话 global webinar也会 会交请更多的嘉评 然后都会主要是以英文为主 但是zoom上面是可以有 实时翻译的 到时候我们的客户经理会 告诉你非常简单 在上面按几个按钮 就可以打开实时的翻译 所以我们会有更多更多的嘉评 更多的思维的碰撞 更多的视角 还有更多的交易策略 带给大家 那么下周将会是在周五 然后还有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 听众朋友给大友老师反映说 6点半到7点太早了 一般特别是悉尼的朋友 都卡在火车上 然后我一直都 一直都没有 都不知道悉尼的火车出去之后 经常是在地下边开 所以确实没有信号 听不到 我以为摩尔本阳 都是在地面上开的 Anyway 所以说我们就把时间 调到了8点到9点 特别是更加靠近了 非农数据出入的时间 通常在8点9点 包括美国很多的中磅数据 大概10点左右出来 如果我们改回到AEDT的话 会更多 所以我们下周五 是狙击签点 然后我们的 sorry 交易非农 交易非农 然后是我们的全新系列 讲座的开始 会有更多的嘉宾 然后8点到9点 大友老师在检播室等各位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目前来看 最后一场的汉语讲座 我们的华语讲座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大友老师讲了100多场 然后我看到非常多 熟悉的名字在里边 然后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下次 可以接下来 还有更多更多的空间 大家有问题 有反馈 我非常的希望大家 能够直接的发给我 或者发给客户经历 发给他们 让他们强调 说必须告诉大友老师 如果下次讲座上再说 大友老师没听到 就怎么怎么着 可以威胁他们一下 必须的传达过来 然后我们的讲座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方向 希望大家 都happy trading 然后今天就时间到了 我们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大家 Have a good evening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